我想用椰子加上蚕碱 来做纯天然的蚕丝罩 把椰子壳漏分离 倒出里面的水 椰子里面富含各种氨基酸 维生素和矿物质 不过这次要用的是里面的椰漏 全部取出来后 还要去掉椰漏上的一层皮 全部清洗干净 就可以放到石灸里捣碎了 冷榨椰子油的好处有很多 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最大程度被保留 所以椰油不仅可以食用 还能用来护肤 接着用石墨将其磨碎 第一次椰漏还很粗糙 还需要再磨一遍 过滤干净后 自然沉淀两天 这样油和水就会分离开来 现在来化蚕丝 蚕碱剪开一个口 到处里面的蚕涌 所谓春蚕到死 丝方茎 蚕丝强韧而富有弹性 纤细而柔软 稀疏和触感都很好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丝 便是蚕丝 蚕丝制品可轻薄如沙 也可厚实如笼 被誉为纤维皇后 现在把椰油取出来 当温度低于25度时 椰油就会凝固成乳白色的固体 饺子稠状 倒入模具中 再放点花瓣 西香期日 这样做出来的椰油 就会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接着 在纯羊奶中加入碱粉 搅和均匀 再加入蚕丝 直到蚕丝彻底融化在羊奶里 就可以加椰油了 其实任何油都可以用来制造 但是椰油相对皮肤更加温和 再倒入少量杏仁油和橄榄油 只需要持续搅拌4个小时 等充分造化后 类似这种奶油质地 就代表制作成功了 然后再加入研磨好的珍珠粉 倒入模具中 等待两天 让其固化 切好的蚕丝罩 还要放置半个月以上 等待碱性下降 蚕丝罩变温和后 用起来才不会伤手 冷制手工罩放置的时间越久 用起来才会更温润细腻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椰油蚕丝养奶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